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年之内会增加这么快 我们要看出手的是谁 是前连胜文办公室的发言人钱振宇 钱振宇他的质疑是这样讲 他说2020年的大选前后 也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 财产申报的部分 陈柏惟他的存款一年暴增了441万 他问怎么办到的应该要交代清楚 陈柏惟昨天他看到这个讯息之后 他曾怕什么事情 他怕他一觉醒来之后 会传承说他的财产富可敌国 所以昨天深夜他其实都还没洗澡 赶快就开了直播 把财产的问题要交代清楚 主要他说因为选举补助款 就有300多万元 这个细节交代完之后 一清二楚还要质疑什么吗 打陈柏惟有钱到底有没有搞错 如果说要比大家来比 我们看到是台湾基金就做出了反击 他们就列出了包括那个颜宽恒 包括了连胜文的财产申报 一看之后发现 哇 颜宽恒他在2018年的财产申报 现金存款就有1.4亿元 那连胜文的部分也是蛮不得了的 他的股票手握有1.4亿 这是2014年的财产申报 那你来看看激进他们就会批评 国民党你是不是不靠抹黑 你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 来说服人民来投下这个罢免票了呢 而昨天我们看到的是陈柏惟 他还被挖出来什么 挖出来有关于涉嫌赌博案的这一块 那这个案子呢 陈柏惟他是证人也不起诉 然后呢他也自己讲说 他的确是有一个特殊的休闲活动 就是打电动嘛 你来看看打电动这件事情 也能够拿来说是被罢免的正当理由吗 陈柏惟在今天他也受访 他引用的是先总统李登辉说过的话 政治就是要吞一口脏水 胎隔水 然后要吐的是一口的清水 他说呢他现在在承受的过程 就好像是这个喝脏水的过程 那稍后呢我们要透过视讯连线 我们会连线给陈柏惟 再看到的是国民党 你看请全党之力 在推动这个3Q这个罢免案 其实很特别的是 这央视在干什么呢 他们的节目当中 看起来像是对国民党下指导棋 他说什么 他说要朱立伦不要怕被抹红 要力推3Q罢免林长佐等等这些罢免案 然后把四大公投当作是倒阁的总动员 大家去想一想 劳共的野心是要併吞掉台湾 那国民党可以这样 你下指导棋我就听你的吗 你们会干为轮这个劳共的小汗吗 拜托国民党真的要好好看清楚 到底什么人是朋友 什么人是对手 是敌人 在攻击老台这个频率加大的时刻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讯息 是美国华尔街日报 他们独家的报道说 有一支很特殊的部队 是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 跟陆战队所组合成的一个team 他们秘密的驻扎在台湾 要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 而且说这个时间 至少已经持续一年的时间了 而美国的CIA 他们现在也成立一个 叫做中国任务中心 干嘛呢 专门就是要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 那当拜登他高调喊话 跟习近平讲说 应该要遵守台湾协议的时候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却在那边讲说 哎呀我们不当麻烦的制造者 谁让他们一直不会情测 到底是谁在制造麻烦 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党立委林楚英 各位好大家好 欢迎知识媒体人康仁俊 各位好大家好 也是知识媒体人林玉慧 各位好大家好平安 还要欢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 秘书长王志胜 各位好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民进党的 新竹市议员李延慧 大家好 还有我们欢迎国民党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先来看一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有关于疫苗的部分 现在疫苗到货的时间 加上我们这个施打的速度 其实蛮快的 那进一步做推估 最快在10月16号 整个疫苗的涵盖率 就有希望可以突破7成 我们一起来看 引导员匕首画脚指示 但人真的太多 民众得左拐右弯 才找到排队镜头 花博外满满的人 全来接种第二剂疫苗 我们来进一回 比较多喝水 北市调配 临时 25分打到 大概将近一个小时 预约比快 解禁这一天 才能早点到来 疫苗完成封肩就打 疫情指挥中心限时8小时 紧急开放第10轮 BNT疫苗预约 7万多吧 要到一点 7万7有快一点 我们也就要配合快一点 所以在快的时候 就当然就会仓促 那也让大家都负担的比较重 不过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快 强时间拼降级解禁 BNT疫苗到货相对稳定 以目前疫苗涵盖率 百分之五十八点零六来看 疫苗到货时间 加上施打速度推估 得累计接种超过 一千九百三十九万剂 最快十月十六号 涵盖率就有希望破七成 十周到十二周来计算的话 可能这里面大概会有 大概一百三十几万 应该是明天 这有各一批会 数量大概是多少 数量我确定的在跟大家报告 阿中挂保证 莫德纳二剂孤儿 不再痴痴的等 百万剂BNT莫德纳疫苗 将接力抵台指挥中心规划 有望在十月二十二号之后 疫苗开放给全年凌晨接种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赶快来关心CDC的记者会 好谢谢大家 先跟大家公布一下 今天有关于疫情的状况 今天本土依然是零本土案例 境外移入的部分有十二例 死亡个案有一例 我们是从月三十一直到现在 有九天是零本土 十二个境外移入的部分 是涵盖 七位男性 五位女性 年龄世界在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部分 其中美国有两例 马来西亚 飞兵 各有一例 缅甸有四例 英国 日本 印尼 也各有一例 其中有一例 我们还在做调查 再做完整的疫调 那今天死亡的这个个案是四十多岁的女性 有慢性病时 还有 那也跟其他的确诊者有所接触 那六月二十四号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原因来就医 那六月三十有出现喉咙病症 那院方安排裁检 七月二号确诊 九月二十八号 不幸来 离世 所以这个个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另外 在这边也感谢我们台积电鸿海 跟此季三个企业跟民间团体 捐赠的第七批的VNT 那将近有 八十八万九千两百万剂 八十八万 九八十八万剂 将近八十九万剂 那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都已经抵达桃园国际机场 那这一批疫苗的效期是到 2022年就明年的二月二十二号 那这一批一样会在指挥中心来统筹运用 那另外 还有我们第八批的采购的莫迪娜的疫苗 这一批总共有一百一十三万多剂 那预计是在 目前因为 飞机已经起飞 在飞行的途中 目前依照飞行的状况 可能是在今天的 深夜或是明天的清晨会抵达台湾 目前我们莫德纳到货的部分 总共有三百七十一万多剂 那这一批莫德纳的效期是到明年的三月二号 另外我们针对第十一期的部分 我们在第十一期之前已经有公布 不过我们今天 会增加接种对象的部分 大家看红字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一次所公布 无论是BNT第一季跟AD第二季的部分 我们在BNT的第一季 我们在原来的部分是开放到四七岁 所以我们这一次能调整到四十五岁以上 那AD的第二季的部分 是第一个是七月二十二号 以前 已接种第一季的十八岁以上的民众 另外是七月三十以前 已接种第一季的五十四岁以上的民众 那这三 BNT是调整四十五岁的部分 AD的部分是调整十八跟五十四岁的部分 所以这个还请各位民众一定要去务必注意 那我们一样是采取预约分流的部分 BNT的预约的时间 第一季 BNT是第一季 在预约的时间是十月十一号的上午十点 到十月十三号的中午十二点 那AD的第二季是十月十二号的上午十点 到十月十三号的中午十二点 相差了一天的时间 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 那施打的时间是十月十五号到十月二十一号 那另外有关大家关心 16377的这个接触跟扩大 匡列採檢的部分 那 他接触者的部分我们总共 英采是31位 那目前我们已经采了29位 那阴性的是28位 检验中的一位 那另外有两位呢 一位是目前还在国外 另外一位是目前在监测的期间 那会在他的监测期满的同时一起来一并采检 另外扩大匡列的部分 我们总共匡列的176位 那目前这个 采检结果阴性的是113位 检验中的有63位 另外有关于这个定序的部分 那 我请罗富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6377的定序跟这一周 有关于境外的这个 移入的定序的部分 好大家好 我先说明那个我们国际航空机师案16377 他的病毒定序 我们已经确认是Delta的变异株 在他的这个S蛋白的基因来做一些相关的突变检测 已经证实是Delta 那先前的我们总共有三大一小的案子 就是屏东的群聚 桃园机师相关的群聚 还有新北幼儿园的群聚 另外还有一个桃园机场的清洁人员的这个确诊事件 总共四个案件的病毒基因序 我们都有跟这一次这个国际航空机师来做比较 跟这个6月到9月这四起的事件的病毒序列都不相同 所以已经可以排除说这个机师是跟先前的本土群聚有关联 那另外是这个礼拜验出来的Delta总共有11例 那也是来自于美国新加坡 哈萨克马来西亚等等各不同的国家 那其中也包括我们 但今天刚刚讲这个16377这位机师 他的基因序列也是Delta 那他的来源国 因为他有去安克拉治直飞过 也有去新加坡直飞过 目前还有待厘清说究竟比较是哪一个地方来的病毒 比较有可能 不过我们在这个初步这个S蛋白的基因的病毒基因序列比对呢 是有比对出三个先前的境外移入个案呢 序列是几乎是相同 那分别有两例是 这都是9月底入境的个案 有两例是菲律宾的境外移入 有一例是这个新加坡的境外移入 那我们后续还会再做这个全基因定序的比较 不过先就这四个基因序列非常相近的案子来做比对的话 他们都没有流并上的一个交集 比如说入境的时间都不相同 那另外就是甚至这个菲律宾的两岸是从高雄港这边入境的 所以跟台北新北这边也没有关系 那另外就是说他们住的防疫旅馆 也都是不同的防疫旅馆 或者是没有去住防疫旅馆 直接就到医院就医采检就确诊 所以目前来讲这四个案子只是说 基因序列非常相近 让我们会朝向就是说可能是东南亚这边来的病毒株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那当然大家比较可能会去猜测说 会不会跟他直飞新加坡有关系 我们也请这个民航局 以及航空公司再进一步去了解 那初步了解是说 他在新加坡直飞的过程 因为是当天往返 其实这位机师并没有下飞机 但是是有当地的这个人员 有上机去做一些文件交接的工作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间接或直接的接触 目前初步了解是他并没有在机上有直接去跟这个 上飞机的这个地勤人员有直接的接触 但是详细的状况 如果我们还有在这个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之后 再跟我们做回报 那我们也会看那个整个全基因定序的结果 再来厘清说究竟比较像是什么地方传染过来的一个感染源 不过目前就是刚刚我们主席有讲的 就是目前他匡列的相关人员都是采检阴性 所以并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那我们累积到现在的Delta 总共国内有168例 其中43例是本土 本周没有新增 那累计已经有120例 25例的进化移入 包括今天公布新增的11例 那这11例当中 可以去看到他先前打疫苗的记录来讲 这个我口头补充 就是其实这11例 每一例都有接种过疫苗 那其中9例的话是 都有完整接种 两剂的疫苗之后也满14天 所以总共我们这个今天公布的11例Delta 有9例是属于突破性的感染 那我们国内累积的这个 境外移入的突破性感染的话 总共已经有118例 那我们是从7月2号 累积到现在的458例 境外移入的病例当中 已经有118例是属于突破性感染 占25% 那这个比例是比我们9月那时候 跟大家说明的21% 看起来有稍微上升 显示说现在打了疫苗 完整接种的旅客 是有大概越来越增加的一个情形 不过因为这个Delta的感染力很强 那我们还是会这个三不五十就遇到有 Delta突破性感染的一个状况 所以还是提醒所有的民众 特别是出国的民众 如果接种完整的两剂的疫苗的话 出国还是尽可能的 维持好戴口罩 勤洗手这些良好的习惯 以免说有感染到这个病毒 不过当然打了两剂的疫苗之后 如果染疫 一般来讲也都是会很有效的降低 重症住院跟死亡的这些风险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 都要去接种疫苗 来取得完整的保护力 以上 好 那截至 目前为止 我们在疫苗的接种的人口 涵盖率是58.27 季次的人口比是74.8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先到这边 看各位媒体有什么需要询问的部分 副指挥官好 两题请教 第一题是原本说高铁自由座要开放 不开放战票 现在又传出指挥中心决策自由座不开放了 请问是否属实考量的原因是什么 要等什么时候才会开放自由座 另外一题是台中市北屯区有国小 让20名小朋友脱口罩上瑜伽课20分钟 而且距离也没有拉开 想请教这样 有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如果有会如何的开罚 那民众也质疑说就算学校老师都打过疫苗 孩子们这样还是有防疫的风险 好 那个高铁自由座的部分我请罗户说明 那北屯国小的部分 再请这个庄户说明一下 好 确实昨天我们有进行这个跨部会的协调 我们也邀请了交通部跟高铁一起来讨论 面对面的讨论 那就这个先前讲的自由座开放但是不受战票这个部分 高铁公司也确实做了一些盘点跟呃 陈述了就是说执行面的一些困难 包括就是说呃旅客如果在那个列车上已经站着了 事实上要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移到这个座位的话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那必须有时候必须开放到这个玄关来站立 那但是对于人找的疏导来讲 不一定能够很有效的管理 那另外就是说有这个自由座需求的民众 他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去搭车 所以可能也会导致这个约台上面 旅客的拥挤 这样反而对于防疫会形成另一种压力 那另外是说因为这个大家知道高铁有一个预约的系统 是可以开放大概28天内的这个预约售票 那如果我们要这个修改这个自由座的政策的话 事实上他未来28天的这个12节车厢的这个预售票 也都已经卖出去了 所以如果要修改也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去做一些准备跟调整 所以我们目前是针对这个部分考量 就是说疫情建区稳定 那这个疫苗接种率也慢慢再提高 我们请高铁在重新规划 就是说比较适合的这个自由座开放的防疫管理措施 再来提高到指挥中心之后再来讨论 那目前就这个开放自由座 但是禁止站立这个部分就先不讨论 好有关于这个高铁自由座的部分 本来是倾向说我们那个疫情已经比较趋缓了 是不是可以来开放 可是在执行面方面又遇到一些部分的困难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部分还要再去做一些更多更多的讨论 今天我们还是加零 说坦白的我已经有一点记不起来 到底是第八天还是第九天 好消息是我们还是加零 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有关于我们这个 整个疫苗的到货量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顺利顺利 来先请教小芳姐 我们来看第七批的BNT疫苗 今天早上5点50分已经到了淘基 然后下午的部分 还有大概是11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也来了 现在疫苗接的这个到货量的接的还蛮顺利的 所以我们有望最快是在10月16号 我们的整个群体的覆盖率可以突破七成 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是没错 我觉得这有几个恭喜 这个第一个恭喜呢 当然是因为我们马上10月10号 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 这个国庆日真的是 而且我们有个长周末有个廉价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廉价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口罩还是要戴好 如果去人多的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那这个第二个恭喜呢 刚才其实桂亚也提到 我们的疫苗是陆陆续续的到 那好不容易我们等到了莫德纳 因为我们这批的莫德纳是从美国运回来的 前一阵子因为莫德纳 它不管是在欧洲厂或者在美国厂 它的这个出货因为良率的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莫德纳全球事实上都是 它的供应上面出了这个一些的问题 所以导致很多的国家订了莫德纳 但是有订 但是都没有到货 台湾是如此 韩国是如此 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都是如此 现在好不容易这批货终于被蔡英文总统给吹到了 所以对于我们7月多有非常多人 是打了莫德纳的第一季 现在可能就可以解决说 第二季到底在哪里 那很多人太担心了这个问题 现在应该慢慢可以补上 而且莫德纳它的这个封肩 因为之前这个有送过来封肩的检验 所以封肩然后马上做检验 应该是会很快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说因为现在我知道台大还有其他的医院 他们在做BNT加莫德纳 或者是莫德纳再加BNT的这个研究 混打的实验 对混打的这个实验呢 事实上应该最快10月底可能也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如果这个结果是顺利的话 那未来BNT要加莫德纳或者是莫德纳要加BNT 可能又多了一个选项 所以这个当然会有助于 这个未来我们的疫苗覆盖率会更好 那我们全体的这个群体免疫呢 会更容易的达成 那第二个要恭喜大家的就是 我们刚才其实听到了陈副指挥官 他说到我们今天呢是达到了这个第一就是五十八点二七 然后我们第一季全部都打的有七十四点八 你如果这样算起来 有打第二季的人是占百分之十六点五三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可以说 真的我们成长是非常的快 我觉得在这十六点五三当中 应该很多就是像至顺这样 还有像贵亚这样是打高端的 因为我们高端冲得非常快 从九月底这个第二季一打以后 所以让我们第二季的这个施打率会冲这么快 我觉得功劳应该是在高端 那所以刚才就讲到了 在十月十号我们可能群体的这个大概就可以达到六成 那在十月中的时候可能可以达到七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台湾非常好的 第三个呢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高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呢是帛琉 帛琉我们的大使馆 昨天呢在帛琉举行了我们国庆的晚宴 那这个帛琉的总统会数人呢 他特别到了这个现场 他颁发了一个什么 卫生法令耶 也就是帛琉用他们国家的法令来认证我们的高端 认为我们的高端呢是一个合格的疫苗 打完两剂到了帛琉是不受限制 那除了这个以外再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前几天大家所观察到的纽西兰 那他们所公布的报告 那纽西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我现在用圈起来的这块就是我们的高端 所以你打高端入境纽西兰也是没问题的 除了纽西兰 小冠先生你刚刚讲到帛琉 我有心动我打两剂了嘛 帛琉他是承认高端疫苗的嘛 那志胜老师我还要请教 你看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女留学生 他是打高端 他成功入境到了以色列 那另外呢是宜兰的市长江冲渊 他讲说因为有一个受邀的活动 可能要到西班牙区 是明年五月 然后西班牙方面跟他讲说 你到时候要入境打高端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刚是不是在讨论说 这样到底要去打几个对吧 我们在思考的是这一块 去哪一个国家帛琉 我是蛮心动的啦 可是呢志胜老师我请教你 你看哦 这个是前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 他说纽西兰 他认可22款包括台湾的高端疫苗 可是呢 他说他大波突破 他破解的内容是 纽西兰几乎呢 是不管哪一个国家 只要你有生产这个新冠疫苗的 他都承认 他的意思是 纽西兰现在已经放弃清零了 他们只想要发展观光 想要救经济 什么疫苗都欢迎 那高端在这一点被列入 一点都不值得骄傲 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狼尾的逻辑 跟一般人逻辑果然不太一样 没有错 纽西兰它确实是开放了22个疫苗 但是其中有6款是中国的疫苗 那你林玉芳这样讲 是不是讲说中国的疫苗也很烂 但是这个许索西兰也开放了 你可能回去就会接到 北京打来的电话关切你 所以基本上纽西兰的逻辑是 基本上是 它只要是一个被认证过合法的疫苗 纽西兰就对于你有注射 我就开放 它的逻辑是这样 没有错 它确实不是以清零为目标 但是它是一视同仁 它也开放AZ 它也开放BNT 那你怎么不说呢 它也开放莫德纳呢 你为什么要去跟拿一些说22个其他的疫苗来比 其中不要忘了 也有6个是中国疫苗 那林玉芳这个说法是不是自打嘴巴 而且事实上不止 不止林玉芳 就是说你看到刚刚讲说 事实上现在高端开放的虽然是 印尼 柳西兰 以色列 加上最新最新的帛琉 可是你要知道 第一个 刚刚为什么那个宜蘭市长讲说 他5月明年去西班牙 一方面是西班牙给他回复 认为没有问题 二方面是9月中 其实欧盟EMA就开始做相关的免疫桥接三期 这个速度如果快一点 今天年底就会有结果了 那这个免疫桥接应该是过去没有问题 那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当然明年大家就可以自由的往来 就是你打了两剂疫苗就可以自由往来 在欧盟内部的国家 当然包括西班牙 所以其实这个是 高端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而且最重要是高端很容易来得到 我又要再炫耀一下帛琉 刚刚讲 因为我们这些朋友要潜水了 我要去帛琉 结果他们要不就只打了一剂疫苗 等不到第二剂 结果今天帛琉一开放 我可以去了 他们可能还遥遥无期 我意思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高端是一个值得大家 可以好好打的一个疫苗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 不管是哪一种疫苗 其实都不需要戴着有色眼镜 去批判他 像林玉芳 像赖斯保这种人 我们就批判他 以后科学的根据来看 其他国家给予科学的保证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好疫苗 那我们也期待 把这些疫苗 可以让台湾的民众 在国际的旅游 更备用力 更自由 为什么这个国家要开放 他们重点看到的是 有关于高端的数据 是科学的部分 不要用政治再来凌驾科学之上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有关于这个 陈伯伟立委的罢免案的部分 又有人跳出来在黑他 那说的是什么 算他的钱 算他的财产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 这个是连胜文办公室的幕僚 钱振宇 之前是连胜文办公室的发言人 那钱振宇呢 昨天特别po了一个文 他点出来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说你年收入 就是为什么在一年之内 你的存款可以到441万 那他质疑的是说 陈伯伟是本来就不老实 还是说他的财产申报也不老实 有不老实吗 昨天一看到这个之后 哇陈伯伟发现不得了 三个半枚 大概是半夜12点左右 赶快开直播要好好的澄清 相关的细节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陈伯伟遭遇的攻击 有几波的攻势 包括第一波有关于兆陶的 那第二波呢 是又说什么 是电子游异场的 那这一波说他是不是 存款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 攻击来自谁 来自连胜文的幕僚 我们一起来看 民进党立委经过 纷纷喊了加油 甚至送上打气抱抱 希望陈伯伟撑过去 这回连胜文办公室发言人出手 po出陈伯伟财产申报整理 只他2019年财产申报 现今还是零元 2020年选完 现今突然变成441万 前赞予质疑 立委薪水一个月19万500块 年收是257万1750块 如何一年变出441万 公职人员选举 发言人员规定 100万以下不用申报 那我本来里面就有六七十万 然后选后 他再会一笔 330万的捷御卡给我 然后我不确定 是不是还有加一些薪水 或是通告的收入 我认为这不是很过分的数字吧 陈伯伟直接拆解自己存款 以正清白 除了自己免申报 70多万存款 选举补助款 330万 当中还有加上零星通告费 才有441万这个数字 不顾话锋一转 陈伯伟对自己财产申报 被连胜文办公室质疑 直接回说很奇怪 35岁有一台车 有一台房子 也不是太过分的事情 小时候看漫画 都会看那种 就是有大魔王嘛 然后你被大魔王 当成大魔王的心情 大概就是 昨天晚上的心情 网友直接到 连胜文发言人脸书留言 老板在你背后 他很火 你是猪队友吗 那连家的钱从哪里来呢 住豪宅 还有上亿存款 比起2014年 连胜文财产申报 直接白纸黑字 1.38亿 这种嘲讽 酸度满点 全部会罢免投票前夕 被他放大进检验 财产申报 多多少少也得被逼着 说明来源 三天新闻 又家伟 陈正平 走报告 讲到有关于财产的这一块 我们看钱振宇 他在脸书上面是怎么样 他还做了一个图 他的图上面 在讲说26岁的他 可能有一些未知 但是故意要点的是 肇事逃逸的部分 34岁 就是说选举之前的申报的内容 说他有房子加土地 两笔 其实就是同一户 大概是177万元 然后当选之后 同样一个地方 为什么变成500万 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算出来 那现金存款的部分 34岁选前的申报是零 那后来的申报是441万 为什么会暴增这么样的多 他去算一个立委 就算你一年的薪水 200多万 怎么会冲成这样 他就质疑说这里面有问题 那我先请教任俊哥 我一个疑问 因为其实昨天 这个3Q哥 他也就是直求对决了 赶快要把钱讲清楚 所以他就讲说 我其实在选钱的时候 我大概存款 大概不到70万左右 大概是这样子谱 再加上漏算了一件事情 很重要叫做选举补助款 这样子兜一兜 钱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我请教你 现在从这个兆淘 然后到涉赌 那个电子油异常 再到这个有关于财产的部分 你怎么样来看 而且出手的是这个钱振宇 有没有什么样的猫腻 没有 钱振宇他看起来是不是有在政治上面的这样的意图 是不是要选举或怎么样去做 Samsung Galaxy 旗舰折叠 未来即刻展开 OK啦 就是这个陈柏惟的名下 就是他的那个公职财产申报里面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存款 我觉得观众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 然后呢 我今天可以抓任何一个说 谁谁谁 你今天财产申报怎样 所以我就讲说 你看你怎么有钱 所以被质疑的人 就要想办法去解释说 我的钱要怎么来 你不觉得这整件事情 其实已经到荒谬的一个程度 就是说你今天做任何的质疑 甚至你刚提到的那一些 其实跟他的钱来源根本无关 他只是为了想要去讲别的东西 你有车所以你可以怎样 你有什么车你可以怎样 然后呢 他其实只是成为他一个影子而已 所以我讲就整个罢名案走到今天为止 如果你针对他的立委的整个的工作 跟他的职务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认为他哪个不好 这真的可以被讨论 我认为每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面的 那个利基点都一样 但问题是你不发现到今天 我们这两天三天所讨论的东西 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是不是个圣人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都没有要选圣人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今天选举的时候 只觉得他是不是 在那个氛围之下 他是不是能够当选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进行投票的事情 结果没有想到到今天说 有人要推动罢名的时候 我们要检视他是不是圣人 因为他不是圣人 所以我们要把罢名掉 你不觉得这里面的比例上面 是很奇怪的吗 所以我真的必须讲 就是说你到今天去质疑他的财产或什么 而且他甚至 那个质疑点是 最后就是那个 然后呢 你看看一句你的名下 你的户头里面有50万 所以我当我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看一句你自己要去解释 你的钱哪来的 否则你不讲清楚你就是有问题 用这种方式 我老实讲 这不是一个民主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所有的民主的操作 来自于这个 这可以提出一个 如果你今天讲说 你今天的这个财产有这么多钱 我具体的怀疑你怎样 我觉得没有话讲 你好歹你具名嘛 你讲这个 但不是嘛 你只说你看你之前没钱 现在有钱 然后你就给我解释 那我老实讲 那个是监察院的工作啦 那他是一种官方 那任何一个人三三理事 都可以拿来自益 那我讲跟分白 不然我拿施钢来举例好了 但施钢我觉得他为人正直 他就会没有问题 结果如果今天就讲说 对不起啊 你国民党谁谁谁怎样 那你出来解释 不解释你心里就有鬼 我觉得连被贼疑的人都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个的办理案 走到今天为止 如果你在他的整个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上面 你真的提出来觉得怎么样 而且你光看到这几天所提出的那个例子 都已经被人家讲说 你们那个有这个断章取义嘛 甚至有的是用错误的资料 人家给你问的是 你都没想回应这个 你又感觉说 这是一个对什么似与非对与错 你这样子里点就有问题了 你是要讲似与非对与错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 在这一次的罢免案 有没有成为恶斗 甚至只为了说达到罢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过程手段你都完全都不管 那真的是对于民族来讲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就是你讲的真正有词说 不行我就是一个 一个事与非的这样的一个投票 那结果你看这中间的手段 跟他这个过程 还要检视他的爸爸 检视他的谁 检视他小时候怎样 我真的吃凶暴 你知道吗 我真的感觉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政党是用这个策略 自己的党清一清 然后你们以后的以后你们要选举的人 会怎样 我这样一抗一抗一抗 我觉得民主走到今天为止 我老实讲我真的只能觉得很悲哀了 因为刚刚任俊哥点到说 那个钱存款说441万 然后呢 那我就很好奇 我自己看那一个数字 你说坦白的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没有多到哪边去 400多万的存款 斯刚哥你今天在看到他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心里面有没有窃销 比我较少 我们跟陈柏惟比也没有 也差不多而已 不过我讲今天的重点 主角是陈柏惟 也不是言 连胜文也不是言宽恒 OK 我们再回到讲 连胜文在2014年选举的时候 对他检验排山倒海 他今天联系参加一个 某某上市公司的会 这个开幕酒会 就怀疑他说他有拿了这个干股 然后怀疑他随便举例说 连胜文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你这个房子怎么来的 他也受到很严格的检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罢免也适同选举 也适同选拔法 适同选拔法 罢免也是一种运动跟选举的过程 所以遭受这样的检验 我觉得像他昨天的陈柏惟回应 职求对决 就告诉大家说 我的钱怎么来 接受质疑本来就是 他会遇到的事情 我相信陈柏惟也不会这么幼稚的 认为说别人罢免 我就在家纳粮三子 然后看你出什么招 我就有一招就还一招 也没那么幼稚 就像陈柏惟讲的 他昨天说他这个出入 电子游异场所 刚开始说去哪里 他打的是快打旋风 但是后来苹果新闻网查出说 他的判决书里面也出现 换衣换衫得衣等等 最后他输了一千块 那我们就网络炸锅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快打旋风 也没有输过钱 那后来又改口说冰狗 我们在讲的时候 当然选举不是选圣人 但是至少选一个诚实的人 选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 对选民负责的人 就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前后是一致的人 我想这个是人格的问题 我想大家在选举的时候 都经过检验嘛 我们也被检验啊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别人说 说我们在外面有偷生小孩啊 有人说你偷生小孩啊 我真的 你偷生小孩 你偷生小孩 你偷生小孩多大了 我现在撑着节目 动开成绩 我没有做成绩 带给你成绩 有的话带给你成绩 带给你成绩 带给你成绩 小孩可不可爱 小孩可不可爱 我没看过 所以你说选举的时候 这很多的事情 都会跑 莫名其妙的指扣跑出来 那我觉得就是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如果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你都没做 然后掌钉截铁 证据数字告诉我们 你都没做的时候 OK你就前后是一致的人 所以我觉得选举 当然不是选证人 但是要选个负责任的人 然后呢对诚实的人 我觉得这很重要 可是因为你真的现在 就是国民党在质疑的点啊 有一点模糊到歪掉了 我们其实在乎的是说 那你当立委的话 你的问证 你的监督 你到底本分 在立委的这一块 做得好不好吗 这个陈伯卫委员 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线上了 委员在线上 我们现在透过视讯连线 来连线给他 那其实刚刚斯刚哥的指教 我相信委员也有听到 那这个3Q哥 我先请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呢 有关于说财产的这一块 我们其实没有想过说 有人会针对这个财产这一块 来就是切入点 来攻击你 那我想请问 你昨天是在什么时间点 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你赶快觉得说 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回应 比较适当 你当时的决则是什么 什么时间点发生说 有人来通知你说 开始有人在炒你的财产的部分 我昨天拜访扫街 到晚上大概10点到家吧 那到家回程的车子上就看到 就看到这个讯息 然后回到家之后 想说是不是明天再回 是不是明天再回 不知拖一半 什么一个不认识的人 脸书发文 就已经上新闻了 那团队就说赶快先回 我本来想说先洗个澡 炒光光就开直播了 对啊 不是啊 可是这重点的内容是 他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凭空在一年之内 如果你一年的立委的薪水 是257万的话 那为什么一年之内可以增加 他认为说 441万这个钱太多了 是不是我们讲个清楚 让观众朋友也知道 也让这一个 连胜文办公室的幕僚 前阵宇也可以知道说 你的算术 或者说你这个认知里面有点问题 不 我还在研究他那个房产 是到底起算基准是什么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同一个数字是177变500的 你买多少钱 你能是他拿你算出来的 对啊 因为他这两个房产 我是同一个 就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标地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一个177一个500 他那个计算标准是什么 他上面也没有写 嗯 而且你没卖 你哪知道说你租500万啊 我不知道实价登录嘛 对啊 我不知道他的数字怎么来的 但是对我来讲 那个价值的部分 是他自己写的啦 那两个东西是同一个 那个就没有问题 他自然增长或减少 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 存款的部分最主要是选钱 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他登记的时候是100万以内不用登记嘛 那我记得我现金当时是六七十万 所以我就没有写 所以是零嘛 那选后他有一笔 得票数乘以30块的 这个选举补助款 大概300多万 所以加起来就是一个400万左右的数字 那再加上节目的收入 跟这个立委薪水 不过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他441万是 哪个时间点的数字啦 总之除了那一笔 选举补助款330万 因为他是汇到个人户头 所以他们汇完之后直接结算 那看起来好像是突然跑出来的 我想我的收入跟车子房子状况 以36岁的青年来讲 不是一笔太高的数字 而且你车子不是也有办贷款吗 车子也有 房子也还在贷款 我请教你有没有发现 从这个造陶这件事情 然后再到这个电子游艺场这件事情 再到今天这个财产的事情 你有秀出什么样的感觉吗 大家对我很关心 然后很想知道我的故事 那我就把故事一五一十的讲给大家听 可是因为刚刚思光议员有提到说 他觉得你在 就是说打快打旋风这一块 显然你的质疑是觉得 第一时间说你打快打旋风 对不对 没有啦 你第一时间这样讲 我看到 他讲话就带有恶意 你找到我讲我在打快打旋风的影片 我道歉好不好 你就是做很多的标题 想你讲快打旋风 后来你自己也是受害者 你昨天后质疑说 你没有协助这些受害者 你反而在帮加害者渲染错误的标题 你找到我说我在里面打快打旋风的影片 我道歉 第一时间我们看到的新闻标题 第一时间就找是快打旋风 那你就找 好 那你就找啊 很多事情像你们的查证也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希望说我们来的时候 比如说你昨天 我们昨天在另外的节目说 难道我在打这个 对不起我们讲话 观众没法听清楚在讲什么 不好意思因为的确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因为ThankQ委员 他是视讯他的声音 是比较不清楚一点 那ThankQ哥你现在还是留在我们的线上 因为刚刚其实本来 司刚在讲话的时候 楚英委员有要回应这个司刚的部分 来 委员 其实我觉得刚刚司刚所讲的东西 有部分我承认 但有部分我不能认同 比如说翠时这一次的选举 连胜文是属于意外插花进来的 但是有一个人的角色就是言宽衡 你不能忘记他 我为什么先讲 这一次的罢免的公投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那么谁会是代表国民党的那一个人 那么谁又是当初在选举当中输给 我们ThankQ的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 今天这个选举让我自己觉得非常奇妙的 就是说 开始这个钱 整个地方势力上面 比这个ThankQ更恐怖的一个势力在后面 但是他好像正像佛地摩不能说一样 因为从这个事件开始 其实我相信一开始 大家并没有特别的把焦点都放在 这个所谓ThankQ的罢免案当中 但是你从这个朱立伦 先引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 就是口袋国会 然后再讲ThankQ从来不直询 但是我必须讲 我要给大家来看一个 这个今天早上发生的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国民党的沸宏泰委员 之前一直说他想要直询 那终于呢 这一次我们也很开心 很顺利的嘛 顺序上去了 那么国民党先默哀 默哀完之后呢 直询台变成沸宏泰委员的什么 演讲台 我想说下次搞不好 上独角戏就对了 对 你看到苏贞昌啊 其他官员都坐在这里 他一个人就开始念起了稿子 我必须讲 立法院的直询 就是一个立法委员 正面对决官员的部分 包括我们看现场在的ThankQ 他每一次都是代表他的政党 就是激进党 上台去做直询的这样的人 他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不敢正面对决 而我要特别讲的是 当你国民党 如果说真的用一党的方式 来攻击一个立法委员 然后甚至从党主席 发动这种抹黑错误的讯息 然后现在马上接连的 就针对ThankQ 他的整个家世背景啦 他过去曾经犯的错误啦 甚至于他的钱财来做比较 我只是要讲同样的标准 我不喜欢讲双标 因为这是对岸的用语 我想说双重标准 好好的来检视一下 那么接下来国民党 你可能派出来的 这个选区的候选人 盐宽恒 他的家族 他的爸爸盐清标 为什么会被关进去 为什么会轮到盐宽恒出来选 做了些什么事 他家有多少钱 这厚厚一叠都是他们的财产 好 如果真的要的话 我觉得不要磨胡焦点 这样的人拿出来一起讨论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来检视 3Q哥也留在我们的线上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延续刚刚 其实楚英文有点到说 非常多的那个双重标准的那一块 那其实我们看 晃哥 他在他的脸书上写了一篇评论 我请叫这个言辉议员 我们看到是 他讲说 国民党是怎么样的双重标准呢 有国民党的议员 肇事逃逸 然后请助理顶替 依然被提名 他还当过中常委 你若不是国民党的当委 你会靠给我请职下台 那国民党的党员呢 开逛街的 开赌场 当主头 叫做选民服务 叫做基层互动 你若不是国民党的 你去电子游鱼场 换千元代币 你这个叫做赌博 那名下呢 有车有房 有大笔土地有现金 又没有结出事业成就的 叫做 我是创一代 我叫做白手起家 然后不是国民党员 你自己非常辛苦的 好不容易拥有了国产车 有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子 你就好像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贪污写的是有点重 那我请教这个议员 你来看 其实刚刚司刚讲到 那个电子游鱼场 好像一副万恶不赦的样子 你说贪辈 他不是说我从政之后 然后我其实都流连在 这个电子游鱼场 也不是这个样子 那有需要攻击成这样吗 你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罢免案进行到现在 真的就是像这个委员自己说的 进行人格毁灭 那这人格毁灭有来自很多种方式 然后很多种议题 然后接连不断的发动 那当然因为我个人并不认识 3Q程博委委员 我对他的个人过去的历史 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我相信全国大部分的民众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兴趣 因为我们其实最在乎的是 他的国会的问证表现 但是因为罢免案的关系 其实最近罢免案 变成大家市井小民 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这是真的 确实连我在新竹 我们办公室的助理 年轻人都非常的关心3Q 他的10月23号的结局会是怎么样 那刚刚讲到电子游戏场 那讲到财产申报 其实我个人认为 钱振宇 他作为一个有选举动机的人 他来发动这个质疑 3Q委员他的财产申报的部分 他个人大大的得分 但是呢 他是联名度而已 对 但是他会变成联家军的猪队友 他确实是猪队友 因为连胜文 严宽恒 还有这个陈伯伟 你那数字一拿出来 就是一个太大的反差了嘛 那我们在这边讲了说 其实你的财产多少钱 其实并不是重点 你有钱没有钱 因为我们是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民主社会 我们不能说你有钱就一定有错 或者是你没有钱 大家就觉得你怎么样 在国会里面 大家的财产重点是要 你要透明 然后来源要震荡 要清楚 那这个部分 其实连胜文跟袁华 他的底子是怎么样 大家都很清楚 那到底一个人有没有钱 其实也不是来自于说 你的财产申报书而已嘛 你的出入的场所 譬如说连胜文或许他会说 我从来没有去过电子游戏场 可是我会说 可是你都可能都在国外啊 你在邮轮上面啊 或者是你出入的地方啊 那我现在要讲的一点就是说 电子游戏场这个东西 我不是在替这个3Q委员辩护 因为我个人也没有去过 电子游戏场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市井阶层 就是我们可能 台湾的有很多人 也有过类似共同的经验跟记忆 你知道吗 有非常多我的这个 包括记者的朋友啊 或者是就是朋友群 在联网上 他们在分享说 我是不是要去自首 因为我去过电子游戏场 所以我就怎么样了 就有罪了吗 对啊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市井阶层 大家共同的记忆 那可很明显的 3Q程伯伟他就是来自这个阶层 他可能社会方面的经验很练达 但是呢 这并不表示说 他在做国会议员的部分 就要被大家质疑 就说他这样子就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要分开来谈 那市井阶层呢 也不是说就会不符合做民意代表的资格 做立法委员 国会议员的资格 因为国会作为一个民意的殿堂 他本来就应该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意 都能够来涵盖 都能够来发表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过度的一直来去强调 放大 而且针对他个人 因为到10月23号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相信 后面的很多的质疑跟攻击 一定还会有接二连三 那三个委员个人就非常同情他 因为他只要稍有闪失 他10年前20年前的记忆 都必须要非常的清楚 而且回答前都一定要想得很缜密 一丝不漏这样 只要稍微有错 就会变成 你不诚实 你说谎 这样的人有资格做国会议员吗 这就是国民党的人格毁灭 我觉得他的人格毁灭 就是要企图用一连串的 很模糊很混淆的东西 然后放在陈柏惟的身上 来放大他 然后把他人格毁灭之后 造成罢免案的成功 那罢免案的成功 其实是朱立伦主席 还有国民党的大成功 后面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战略目标在后面 包括2022年的选举 甚至还会影响到2024年 所以我觉得陈柏惟 在这个整个局 罢免案的局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节点 就他个人而言 或许对他个人而言 他的一生影响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蓝绿 还有这个我们本土势力 进步力量跟保守派系 要不要复辟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应该是更重要 大家要来讨论的重点 委员还在线上 委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这一波的这个攻势 有很多都是没有想过说 会从这边来啊 什么电子游异厂来啊 居然连你的这个财产 说坦白不是太多 也就是他们质疑的这个点 我们都觉得 你没事攻这个干嘛 那你不是在伤害严宽恒吗 不是在伤害连胜文吗 那委员我请教 你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感触 是讲到说 有关于这个喝脏水的这一块 你引用的是 这个顾总统 就是这个李登辉 以前总统这个部分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他的原文是这样嘛 他在演讲的时候 有学生问他说 总统政治是什么 他说政治是吞一口脏水 吐一口清水 你不吞 社会就不会改变 那你吞了 一口气吞完 你可能身体会承受不住 所以你要吞一口 吐一口 那大家很明确的 我相信有在观察 关心政治跟新闻的朋友们 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不是一个罢免案 应该要呈现的对话 它是一个对于个人的检视 不是对立委职责的检视 它是一个对历史的检视 而不是对在这段时间 跟这个前任的立委的比较 甚至是其他立委的比较 我们几乎已经忘记 陈伯伟在立法院的问证表现 跟提案咨询内容 他们试图转移焦点 把它变成是我个人 十年前或者是小时候 发生的事情 但罢免案难道不是应该要针对 在20201月11号选后 我们在国会里面做了什么 我们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有哪些努力 我替台湾人换了护照 这个是从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 第一次换国际身份证 我们现在在国防部分也努力 要去做全民国防手册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 人手一本 委员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跟你回头 来做这个视讯连线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罢免陈伯伟 国民党全党都在围殴一个人 我们看到军系立委吴思怀 他说陈伯伟 在立法院的问证 只有展现对国防的无知跟意识形态 闹了不少的笑话 为什么我都觉得吴思怀 很像在他批评他自己 八百壮事也跳出来 在呼应吴思怀 那我们来看 如此这样铺天盖地的动员 这样的抹黑 要罢免一个抗中保台的立委 但是我们再看看国民党对老共的态度是什么呢 共激老台 来的频率这么样的高 突破纪录 你是怎么会没声没睡 我们还要看的是最新网络民调告诉你 罢免陈伯伟有六成认为 完全没有道理 五秒之后回到节目 五秒之后